金融市政府针对金融确诊病例进行流行病学分析 包括性别、年龄分布等 希望作为制定防疫策略的参考 金融市长刘昌也宣布好消息 包括小姑娘、小吃店等四大专案 却在疫情没有外扩迹象 因此宣布解除列管 包括果菜市场 它匡列了其余的裁监者 全部都是阴性 另外小姑娘的指标个案 也在日前已经出院 并且跟快乐城的相关小吃店 我们把它做重点的管理的 有四家小吃店 在已经超过了14天 并没有其他新增的关联性的个案 或者其他的一个确诊者 所以我在这边正式宣布 包括果菜市场、成功市场 小姑娘、小吃店 以及其他金水湾跟新水湾 还有快乐城小吃店 这四大专案 我在这边宣布正式结案 而针对近期平民出现洗肾诊所及 长照中心等确诊案例 牛昌也决定采取预防性防疫措施 推出长期照顾中心管控专案 在两天内完成感染风险控制 避免群聚扩大 这一个个案出现的时候 跟他同住的其他的住民 就是隔离并且集中照顾 第二我们就是立即提升 所有工作人员的防护装备的规格 包括N95的口罩、隔离衣跟护目镜 刚刚第三点就是 这个住民他是洗肾的红区的洗肾者 所以在确诊之后 我们马上立即送医去收治 其他同行是三名住民 立即进行PCR的採检 目前结果都是阴性 同时也针对他们居住的空间 全面进行清销的动作 第五就是整个机构 就是采取不进不出的一个原则 不进不出的一个原则 那就地来做相关的防疫 或者是管控的一个措施 另外对于基隆确诊病例述中 家庭群聚占了六成五以上 牛昌也提出家庭防疫七大准则 呼吁市民即使在家 能要做好防疫工作 才能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第一个是尽量避免不必要的外出跟接触 因为你只要外出或者是有接触 当然它就有可能的风险 第二呢 你要进门之前 全身做酒精 喷一喷消毒 那特别去加强手部的一个消毒的动作 第三 入门之后换下衣物 然后去洗澡 也做自己个人的一个清洁 第四 如果在家里面 你能够戴口罩 还是尽量戴口罩 第五 避免在家里面没有戴口罩 然后面对面家人之间的一个聊天 那另外就是吃饭的时候 口罩要拿下来嘛 那最好是可以采取家人分流 然后间隔用餐 然后最后公块母池 公块母池 最后最后就是加强 经常性的加强室内的一个消毒跟清洁 记者张旗潘 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基隆报导